我被騙了十萬塊 那今天呢你會在這個影片看到最新的駕駛手法 你們也可能深陷在其中 記得看到最後 我先是在臉書上面看到了一個廣告 我就先加入了 這個專員就是給了我帳號密碼 然後再給我一個聯絡資訊 要我去傳達訊息跟他說 我的帳號密碼是什麼 最後他又再請我加了另外一個人 這前前後總共加了三個人 也就是應徵專員指揮官還有跟主任這三個人 後來就加進了一個話題群組 那你們知道話題的群組是不能夠去私家好友的 那我一開始可能覺得就只是想要保護 網路上面的個資的問題 那他這個活動呢是講說 1點3點5點7點9點的時候呢 都會有一個小任務 可是這小任務很簡單 可能maybe是什麼拍你喜歡的首飾啊 他們也沒有要我付什麼錢 他這個賺的任務的錢啊 就是是小錢 可能八十一把 但是他不是直接給你現金 他沒有他們自己的網站 然後會有電子錢包 那假設你今天任務賺了500塊 那他就會把這個500塊放到這個電子錢包裡面 他的提領方式呢要過很久 就是以1000為單位 然後提領的時間大約要等7到14天 而且是不含工作 而不含假日 所以我一開始呢 大概就賺了大概兩三千了 第三個那個主人呢 他就是會一直發放一些方案 就是要我們做投資 可是他會說是不勉強的 每個人只能參加一次 所以你參加完這次就不可以參加 再參加就是別次了 這是這兩個我覺得很大的重點 那他分別的方案呢 我等一下會放圖片在旁邊 他們有做一個小心人的遊戲 就是假設今天呢 我要參加這個方案 我會讓某一個人丟一張 不是網路上抓得到的照片 那最後呢 這個人他提領到金額之後呢 他再把這個照片 就是丟到群組 讓我們大家知道 這確定是他本人 他們是說提領的時候要先退出群組 才可以再回來 這時候我其實那時候就已經有在懷疑了 但是他們講的意思是說 因為提領的金額很大 所以呢可能會影響到數據 所以不能夠留在裡面 他當時呢就帶我們玩了一個 很像投資的博弈遊戲 就是賭賽車 我們群組裡面的操作那個主任 他就要帶我們玩的時候 他就他就是有說 在操作的過程中 群組裡面都不要講話 因為講話會影響到數據 我一開始還不相信 可是呢真的就是 他們我們有下注一次的時候 有人講話了 結果那一場就是輸了 而且這前前後後呢 我在參加任務提頂的過程 我確實有拿到一千塊的 就是我提頂下來 確實有成功 所以我開始慢慢的對這個 這個群組裡面的人 開始有產生信任感 前前後後就是有很多人參加的方案 說主任我要參加幾萬方案 我身上欠了很多債 我也不相信主任 但是這可能是我最後的一根稻草之類的 所以他參加 然後真的有領到錢 這是案例一 我開始慢慢相信 案例二呢是有個男生 因為他老婆跟別的男生跑了 然後身上有錢被騙光了 可是他要養小孩 所以他想參加方案 所以呢他後來也成功提領了 這是案例二 案例三呢我覺得是他們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呢他們找了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在群組裡面 就是很生氣 就標記那個主任說人呢 他說我都給你錢了 為什麼人消失了這樣子 那個女生就說 你真的沒有給我的話我就報警了 然後後來他最後還是有領導 然後就拍了一疊的現金這樣 主任那時候為了要提高我們的信任度 當時那個女生KIPPOP的時候 那個主任就說 那大家先不要緊張 我告訴你們我是怎麼樣讓你們獲利的 他就帶我們去玩那個賽車 就是我剛剛講到的賽車 然後他就說 我沒有要你們自己去玩 是由我去操作 所以你們不要自己去玩這種博弈 這是他增加我們對他的信任度的另外一個點 但其實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就是覺得怎麼可能有辦法立刻 就是提頂到這麼多的現金 這件事情並沒有到十分鐘 所以我覺得不是我愚蠢 因為看到這些例子之後呢 我就覺得好像可以來參加看看 而且因為他說過嘛 會員只能參加一次 這是他聰明的地方 所以在選擇的情況下 我們也會選擇最高金額 因為只能參加一次 所以我那時候一次呢 就丟了十萬塊進去 那你們現在一定要記得的一件事情 詐騙的黃金三十分鐘 就是在你匯款的當下 匯款到這個人的帳戶的這個三十分鐘呢 假設你們在三十分鐘內報案 警方這邊是有辦法立刻去凍結這個人的帳戶 這個主人 他就是做了一個讓我完全相信他的事情 我匯款完之後 他跟我說他要去確認金額 他要去ATM排隊 所以要等他一下 這是1.1 那排隊他故意在拖我時間 他為了就是要拖延這個三十分鐘的一個黃金時間 然後拖延完之後 確定金額之後呢 因為要提領嘛 他就跟我說 要請我稍等一下 因為現在的提領的人很多 所以金流公司這邊在迅速幫我處理 那他提領的時間呢 大概抓了十五分鐘 所以他前前後後呢 包括他看帳戶的時間 加上金流對帳的時間 他就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 他很聰明 所以他讓我不有他的覺得 他只是因為當時參加方案的人很多 所以我才沒有辦法領到這個錢 他繼續拖延我的時間 他上面有個規定 就是他說 你的提領的這個金額 你的帳戶裡面要有他的一成 你才可以提領 假設你要提領一百萬 那你的帳戶就要有十萬 那我當時是要提領280萬 他就跟我說 我的帳戶要有28萬才可以提領 我說你們當初沒有講說 這個需要有28萬 怎麼現在突然要有 然後我就當下 其實我就很生氣的丟出一句話 我說 如果我今天出門前沒有領到 我就要去報警 他們會非常的鎮定跟你說 我如果要騙你 我一開始就封鎖你就好啦 我為什麼現在還要跟你聯絡 之類 他會叫你冷靜 好 然後呢他當時就跟我說 我去幫你借 我幫你借到28萬 那你要給我一點時間 你看他要繼續拖延我的時間 就跟我說 主任現在要去銀行了 然後我現在在排隊了 我在等待中 我會請銀行用最快的方法 貸款下來 他就是講得很真實 就是他真的很有心在處理 所以你會很願意給他時間 再來我相信的一點是因為 他跟我說 假設我沒有提領到 他也抽不到錢 所以我也覺得我們兩個人 是站在一起的 跟我說13號 我是8號的時候參加方案的 然後到12還是11號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他借到了 可是銀行那邊的時間 他沒有很滿意 他說13號才能夠就是 拿到這筆28萬這樣 我就跟他說好 沒關係我願意等 然後他還用一副就是你知道嗎 愧疚感說 喔真的嗎 喔真的很抱歉什麼的 所以我就相信他 那13號那一天呢 他就消失了一整天 我就密那個指揮官 他跟我說 主任緊急接到一通家裡的電話 家裡有事情 這裡是想跟我表達一件事情 就是他這陣子可能會很麻 所以沒有辦法迅速的回我訊息 所以呢到13號之後呢 的這幾天 他回我的訊息都非常的慢 可能一天可能兩天 直到他有兩天消失之後呢 我就跟他說 你怎麼人消失了 怎麼兩天都沒有訊息 到第三天他跟我說 他已經把28萬的證明 就是給金流公司了 而且他當初說 他是要借我嘛 所以我也很相信他 他跟我說什麼 主任相信你 所以 你到時候一定要還我什麼的 可是這筆錢 後來他根本也沒有匯給我 他就是直接跟我說 口頭告知說 我已經告知金流公司了 幫你插隊 所以金流公司這邊 晚上12點前 你可以收到錢 結果我當然就是沒有領到啊 然後主任公司 跟我說是因為金流公司那邊查到 他幫我借這筆金額 因為公司是不允許的 後來當然呢 因為我等不了他一直這樣幫我借 所以我就跟他說 那 我這邊有28萬證明給你 那 你盡快幫我處理 結果呢 他就 一天兩天沒有回復我了 因為他的家人過世了 所以他這幾天要處理一些 喪事類的東西 然後呢 到這裡呢 我其實就已經開始覺得 有點瞎了 我就跟他說 那請盡快幫我處理 結果呢 到了周四我回他 我密他 然後周五密他 他都是已讀我的狀態 然後到這裡呢 就是 我已經知道我被騙了 所以我跑去警察局報案了 結果呢 警察局幫我查 我匯款的那個帳戶 他被通報了七次耶 2月8號到現在其實已經有好一陣子了 我是到24號的時候才真的去做報警的動作 那所以這些天數呢 警方已經告訴我 就是錢應該已經被領光了 希望這個東西可以讓大家知道 就是真的不要太相信FB上面的一些打工啊之類的 再來就是呢 他們很聰明的避開了一些可以避免被抓到的問題 就是他們給聯絡資訊呢 都沒有給ID 所以警方是查不到他們ID的 一定要有人加他才可以 我可能講完這些東西之後 讓他們知道之後 他們也會改名換姓 或是改變他們的公司的名稱啊之類的 那也沒有關係 至少你們知道這個手法 他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們在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